这儿的眼皮又抖又滑 连一点可贪圆的地方也没有 这是上海新黄埔实验学校 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 没有死板板的老师讲学生听 在这儿是学生要说给老师听 我想考考大家 刘烟满看到这个情境 当时他心里会怎么想 刘烟满当时会想 对爷们那么辛苦 队员们那么辛苦地登着 却登不上去 为了队员们登上去 就是我登上去 就是二级课开始早期 非常强调一节课里面 学生讲了多少话 多少时间是学生在活动在交流 甚至当时有极端的说法 就是老师在45分钟里 只能讲15分钟的话 超过15分钟 这个课就没有体现新课程的理念 他就强调从活动时间上 来给学生以保障了 上海二次课改后 进行了一场课堂大改造 从传统以老师为主的讲课模式 走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要培养学生的是一种综合知识的能力 现在一节好课 基本上是为了创新和实践 这两种来展开的 对 你看这个学生有没有创新精神 有没有让他实践 如果有能激活他的创新精神 能够让他实践 这节课就是好课 我也是到底是在怀念你的外婆 但是他们没有那种体验 没有那种切实的感受 没有那个像舌头 有没有问题 她的妻子 她既然是她的妻子 后面她们两个人的时代应该是相同的 在上海 一张讲台一支粉笔 老师从头到尾讲到底的课堂逐渐消失 越来越多对话 提问式的教学 学生参与越来越多 教师的大门也越来越开放 课改方向是对的 就是说从教师的改革 然后教师上课的方式的改革 对学生的评价的改革 它都应该去推进 一定要使得未来的老师 要懂得怎么去研究 怎么去尊重 你才能发展如何 上海教改的成果 也逐渐让台湾的教育工作者 感到一些压力 上海跟台北市 我想都是国际性的都市 你看到上海的学生是这样学习 我们真的会怕 因为他们孩子都在培养他们的表达 沟通能力 然后阅读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教学方式真的要改变 2009年上海首度参加 由OECD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所主办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 简称披萨评量 结果在这项65个国家参与的评比中 上海中学生在阅读 数学 科学 三项素养都获得第一 上海参加披萨的一个目的 一个人希望我们有一个国际的坐标式 在国际的框架和视野下 来看一下上海的教育质量究竟如何 三项第一的背后 究竟上海的教育有什么独特之处 亲子天下采访团队 实际走访上海教改的第一现场 深入访查上海从课程 教材到教室的大转型 提供台湾教育一些参考与省思 比对岸更为自由开放的台湾 是否能更开阔地看看世界 走出一条更宽广 更优质的教改之路呢